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里,除了鞋,在草地行走下,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其实现在市面上,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已经有很多的客人买了回家里,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可以买到的了,联络电话是28824848 欢迎收听原网台的《自然疗法语力》,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和袁大名自然疗法医生,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和最新的发现 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袁先生,你好 Hello,Della好,大家好 袁先生,现在我们生活在这个文明的社会上面,其实每天都感受到不同的在生活上面的压力 比如可能有听到别人说,哎呀,你又不要做这些,又不要吃这些 好像近期有新冠状肺炎,这些问题的时候 搞到我那个屋苑里面的邻居,知道了我们有病人确诊了之后 哇,他们现在很紧张,又说要出去,又要抢口罩,又要抢叉手翼,又要抢米,抢这样那样 其实生活经常在这么大这些无形的压力之下 其实对我们的一个老婆,或者对我们的健康状况,会造成什么的影响呢? 那大家都知道,压力的杀伤力很大 那我们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压力其实是有什么的,导致什么的健康的风险呢? 那我们知道,如果压力是会增强我们那个,因为心臟病有关的死亡呢? 是增加5倍的,OK? 也都会增加我们糖尿和肥胖的风险两倍的 那也都令到那些女性,造成不仁呢?是有12个percent那么多的 那也都是增加我们那个女性的乳癌的风险的 那也都会增加我们的晚年的后年的糖尿病的风险呢?是70个percent的 那但是最严重的地方呢?它会增加我们老人 是 痴呆症,或者是脑退化的风险呢?是65个percent的 哇,好严重啊!差不多是三分二的,是很厉害的 那所以呢,所以那个压力呢?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的 就是长期的压力呢?是很明显呢?是会大大影响我们的整体健康 包括我们的脑袋,记住,OK? 好了,这个我曾经所说,会令到我们的脑退化,老人退化,脑退化的风险增加65个percent 那这个研究是哪里来的呢?是 那原来呢,这个研究是在1968年,是一个瑞典的研究 那他们呢,进行对1415位瑞典的女性,延龄介乎38至60岁之间 就是基本上是一个中研的妇女 是 那他们呢,根据他们的那个interview 就是会面,会见 会面见他们,医院的记录,以及很多心理方面的检查 就在进行了多久?35年的,OK? 那这个是中研的妇人做35年的研究 那他们发现呢,如果一些中研的女性呢 如果她是经历过所谓精神上的压力呢 她将来呢,是会容易出现那个脑退化呢 是有关系的,有两者是有关系的,OK? 那,这个可以这么说呢 这个是第一个研究来的 那都几早啦,1968年了 是的 是第一个研究呢,是证实了呢 是,中研时遇到的压力呢 是会导致老研,会导致老研的脑退化的 那为什么呢?她发现呢 我们身体有一种荷尔蒙,我们叫做Cortisone 是那个皮质唇 那其实这个荷尔蒙呢,通常呢 是帮助我们呢,是对付所谓突然来的处境 或者呢,令到我们呢,遇到危机呢 要不就是正面打斗,要不就是打它 要不就是逃走,fight or flight hormone 好了,我们知道呢,在我们现代生活里面呢 我们经常呢,都是要为金钱啦 啊,优秀啦 啊,工作上有不同的问题啦 啊,或者家里的,啊,很多很多东西要照顾 很多责任的,啊,也都很多是健康的问题啦 那,所以这么说呢 呢,现在我们的所谓那个皮质唇 这个的荷尔蒙呢,这个这样的紧张打斗荷尔蒙呢 就不是我们以前那些这样经常的 就是所谓短暂发生的 啊,不然突然之间有个老虎在我们面前出现了啊 那我们这些害怕 可以这么说呢,是现在是说来说呢 是经常的,我们日常生活呢 是经常呢,都有这些这样的压力呢 是令到我们了,这个,这个 这个,那个,那个, которые 那个,那个,这些,的那个,我觉得,ì Ivan 了%, 呢 浩尔蒙呢,如果呢,这些这样的 在,这个,这些,这些,这样的,这些,可,的, 那些,啊,那些,啊,呀,的 そんな,那些,呢,黑河尔蒙呢 呢,是会令到我们的脑呢,是会收缩 那那麽,呢,那麽为呢,是很明显呢 那麽,啦,你的脑收缩呢,很明显呢 是对我们的那个,啊,的是,哪有办法,啊 和我们的脑退化是直接有关系的 另外一个研究就在耶鲁大学 那个精神科的部门是研究 他就退103位18岁到48岁的健康的人士 来到进行这个压力的研究 还有做磁力共振的 他发现如果皮质唇的压力荷尔蒙是长期高的话 我们的脑内灰质是会少的 就是我们脑外层前叶的灰质会少的 还有我们脑与细胞之间的接驳也会减低 很明显令到我们储藏的资讯 以及应对环境的疑变 压力的能力是会受到影响的 好了他们发现如果我们一生里面 压力的事故是会令到我们的脑 比如控制我们的情绪 帮助我们控制我们的冲劲 冲动也都帮助我们处理日常的经历 这些也都会控制我们身体的生理状态 这些当然是和我们整体健康有关 你看到荷尔蒙的影响是影响很多方面的 好了另外一个研究就向48位健康的女性 研究了20年的时间 他发现如果一些人是长期压力的人 他们脑的灰质在河马区会少了 大家知道河马区是关于我们的记忆和学习的 那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抵消这些生活上的压力 就是减压了 其实很多人都在做的了 很多人都知道了 我要减压了 当然减压的方法很多 有些人喜欢去听音乐 听那些有时的怀旧音乐 有些人喜欢阅读 临睡之前就看一些小说 看一些这样的简单的书籍 也有些人就做一下深呼吸 做一下冥想 瑜伽 太极 或者我们香港人很喜欢去做按摩 北上按摩 很多人都会在做的了 所以这个就不是一个 其实很多人都已经在做的事 也都应该懂得做的事 但是会不会有些更加好的发言 或者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处理我们这个压力的问题 当然很多人都会尽量想办法 去减压 曾经所说的很多方法 确实是有效的 有没有其他一些 简单很多 简单很多 也都是一种很有效的东西 好像现在不能出街 有什么可以做到呢 其实一个简单的方法 就是在MIT的麻省理工学院 他建议一个研究发言 他说如果能够集中 是记起以前开心的回忆 OK 他们的研究发现 这些开心的回忆 是会阻挡 可以隔着我们的脑子 是避免这些负面的压力 冲击 OK 当然了 思想是靠自己的 是 所以很多时候 遇到一个生活上 或者家庭上 是出现糾纷 或者两夫妇 后期开始想到一些 预告很不开心的经历 其实每一个人 每个家庭 每个人 一生里面都经历过 有些所谓开心的记忆 是 有时候你记回香港的时候 一家人 或者你父亲 父母 如何带你去玩 这些这样的 是很容易记得的 旅行的其实很好 是 因为旅行 这个记忆就是 很难会忘记的 因为你始终去一个新的地方 你的身体方面 眼睛 接触了很多新的景象 你很容易记得是当时发生的事 有时便想一下 曾几何时 两夫妇 怎样开心过 跟小朋友去玩 这样 这个是一个很有效的 是 就是想到过去的 就是那个开心的回忆 那还有一个方法 它很简单 它是 就怀有一个感恩的心境 OK 就是你时时 都是发现你周围的事情 但是你都不断 是对每天的 发生的小小的好事 你都可以感恩的 嗯 那这个感恩呢 是会令到你整个心境 就会变得很开心的 就是你想起来 哇 这些好东西 你现有所得的东西 是 小小东西都好 那甚至乎 他有些人说 我看到 我开车的时候 看到绿灯的时候 他都说 感谢上帝 我有来的特别绿灯 其实很少的东西 你都可以用一个 怀着一个感恩的心情 去面对它 OK 那这些呢 也是一个很有效的 帮我们呢 是开心一点 减低一些不开心的 负面的那些 所谓的压力 是 那小朋友有时 觉得很烦恼 很麻烦 但是有人想一下他 睡觉的时候 吃你一口 那些很开心的东西 没错 就是每天呢 我都可以的 所以有时候呢 有宗教信仰的那些人 很喜欢就是祈祷 那祈祷呢 你可以看到的 每餐饭呢 祈祷呢 都是感谢上帝 给我们这一餐饭 是吧 没错 那就是 可以不断呢 是重复呢 就是这个感恩的行为 呀 的动作 那是对我们 是大大减低 我们生活上的压力 嗯 是啊是啊 那所以呢 所以呢 其实呢 整天都是正面一点 去思想的 那譬如好像 袁医生很早年那时候 都提过 我们在一个健康里面 九大致病因素里面 第一个的原因 就是一个 一些负面的思想 负面的情绪 那所以呢 最简单去减低 我们那个 日常生活里面 的压力 而可以呢 就是说呢 整天都是想一些 是正面一点的 感恩的 的心情 那可能就 就像 在外国人里面 来说 就是说 在一个highway 或者在塞车的时候 啊 你不需要停下来 等那个红绿灯 而是很顺畅 你过得到的 其实都好像是 一个云气 都是你的一个 就是一个 因此一个 因典来的 所以呢 可以呢 永远都是 用正面的方法 去思想 想一下的时候 是可以呢 导致到 我们的身体呢 每天每天都 继续这样 健康下去的 那我们都很感恩 今天 袁医生又再和我们 分享了他的经验 一些事情 那样 如果大家 有一些急切性的问题呢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做一个会诊的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听众 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 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去 cs.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找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回我们的网址 3.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 搜寻自然疗法语力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的了 好,今天麻烦你了 袁医生,拜拜 好,多谢大家收听,拜拜